濕疹病人的飲食 濕疹病人的飲食 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有些人經常看中醫 中醫師經常叫他戒口 到底是否真的要這樣 沒錯 不過戒口 我們不要說是又戒 不是又戒 我見過有些病人 只吃豬肉和菜心和吃飯 這樣除了人生沒有樂趣之外 營養也不均衡 我們絕對不鼓勵這樣做 不過我這裡有少少臨床的經歷 跟大家分享 現在在坊間很普及 有些病人很多時候 因為自己皮膚有問題 他會做了抽血 就是驗血要測試他身體 對食物有敏感反應 我不是不主張大家做的 也真的臨床上有極好的參考價值 這些報告 不過我遇到一些病人就會說 醫師 你又叫我不要吃蝦 不要吃蟹 你看看我驗完出來的敏感測試 我是對蝦蟹沒有敏感的 那就是我可以吃了 這個可能是西醫的角度是這樣看 但我們中醫 中醫往往就不只是看你本身病人的身體 對這種食物是有沒有敏感反應 而叫你戒口 而我們中醫的角度看 正正是濕疹或者皮膚有事 有皮膚病的病人 我們都是叫他小吃一些法物 什麼叫法物 法物其實包括很多 除了大家都會知道 比較耳熟能長的海鮮 即有殼的甲殼類海鮮 包括蝦蟹蠔蠔蟹之外 包括鵝、竹筍、草菇 一些發酵的食物 一些不新鮮的食物 花生 其實這些角度 我們中醫都認為它是法物 當你的身體有病的時候 其實不單是皮膚病 如果是我的病人 譬如他熟口、傷口未好 又或者他真的大吉利是有肺炎也好 其實我也叫他病的時候 盡量少吃這類的食物 讓我身體康復了 打贏場仗 你再去享受美食也未遲 這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我們說回濕疹 我們一樣會建議病人少吃新辣的食物 最近我知道在香港都很流行吃那些 酸菜魚、麻辣火鍋、醉雞煲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好吃的食物 只要你身體健康沒有病 適當地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你皮膚爛了 又發緊的時候 都要盡量避免少吃 例如什麼呢 很多的辣椒 過多的薑 最近很流行喝薑茶 我也遇到有些病人 他經常自己有空無事 就在家或者辦公室那裡衝 其實喝得多 身體很熱氣 喉嚨很容易痛 皮膚又會發出 如果是濕疹患者 再不是 喝得多這些熱氣 我們就會認為 你身體積熱的時候 有病的時候 病都容易找到你第一個 另外 在我們中醫的角度 什麼叫做生冷東西呢 除了大家會知道 雪糕當然是冷的 冰水當然是冷的 在我們的角度 如果你是濕疹病人 我也不建議你 吃那麼多生的食物 包括什麼呢 生的菜 生的肉 日本飲食 在香港也很流行 但是濕疹病人 我就不鼓勵他 吃那麼多魚生 少吃即可 另外 早上起床 最忌忌的 當你早餐的時候 什麼都是冷的 或者有些人打杯果汁 菜汁 就代替了早餐 其實我們中醫的角度 這樣是很傷脾胃的 濕疹濕疹 一定跟濕這個邪有關 脾胃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內置的抽濕肌 以及是消化吸收的器官 在中醫的角度看 如果我們弄壞了脾胃 不單是病難好 而且身體日久 身體也會壞 所以特別早上起床 千萬沒有什麼都冷的 好 好了 有些朋友就會問 許醫師 生果 生食 沒理由煮熟他吃 那我就不能吃 我有濕疹 那又不是的 但冷的生果 冷吃 絕對是生冷的 而且要適當地吃 這個我也很喜歡營養師的鼓勵 為什麼呢 很多營養師都說 有些人減肥減不到 就是因為吃得生果太多 他就會建議 正常的 正路的人 我們會建議 一天吃兩到三份生果 在我的角度也是 就不要生果當飯 或者生果代替正餐 有些病人真的會這樣的 這樣吃得多 都是因為你吃得多生冷的食物